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我們現場 我們繼續來探討 我們社區總體營造在南投縣 發展到現在到底它的成果有多少 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部分 還有哪些我們地方跟政府之間 有哪些自然難行 或者說我們要怎麼樣去共同來努力 能夠做到更好這些問題 剛剛我們聽到局長跟大家做報告 跟廖議員也提到說 我們如果這樣做的話 對我們整個社區的好處在哪裡 那我也要請教一下羅議員 羅議員你的看法 就整個社區你也參與的很多 你覺得像目前我們在南投民間 這兩個地區的社區總體營造裡面的推動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到就是說 在這推動上面 有沒有政府跟我們社區之間 有哪些阻礙的地方或者障礙的地方 社區總體營造 其實剛剛我們林局長有提到了 已經有二十幾年的歷史了 其實他最早被提出是在民國82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文建會的主委是申學雍主委 他在立法院在提出這個施政報告的時候 就特別提到的這個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名詞 其實社區總體營造它最主要的這個目的就是 其實它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社區生命共同體的這個概念 就是結合了這個社區的人文地產景 這五大面向去做努力能夠提升這個居民的這個福祉 當然這個社區總體營造走過二十幾年 我們可以看到了其實有很豐碩的這個成果 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朱仔山社區 普里甚至還有藍城社區等等都是標竿 那在南投市來講的話 像我們的營南社區 這個還有這個佳合社區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鳳鳴社區等等 他們在這方面的表現都是非常的突出的 那當然這是很不容易 因為社區總體營造它講的是一個凝聚力的發揮 對你必須要凝聚力認同感歸屬感 對那要凝聚如何去把這個力量發揮出來 讓全民都參與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很佩服我們這個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他們有這個能耐把這個居民給凝聚起來 讓他們共同為社區來做努力 那當然我們也是會碰到一些瓶頸 我曾經也參觀過一些社區 他們有些是沒有辦法屬於比較弱勢的部分 那主事者也有關係 那居民的凝聚力不夠也有關係 那要如何去激發他們凝聚力 我想說這需要我們民間跟政府 一起來做努力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把這些比較弱勢的這個社區呢 帶到成功的社區去做一個交流 讓他們去做觀摩 了解別人是怎麼做 那自己再回來再創新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是我想羅宇人家建議到的一個就是說 它的一個觀摩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上我們這個社區營造裡面 從1960年開始 台灣農村社會就有這樣的所謂基層民生建設 那時候就開始叫做社區發展 那時候開始 但一直到了90年代以後 我們發現到它的轉型是變成說 在一個農村地區的一個問題 我們把貧窮把設施這邊改善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就像剛剛羅宇人講的擬聚力 我們要把整個環境跟生活來改變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作為 能夠讓他們經濟能夠更好 能夠讓他們整個社區在推動上面 能夠像廖宇人剛剛講到的 把它的歷史文化加進來 把這些元素加進去之後 能夠就像我們主要說到這樣子 把它變成一個很棒的一個社區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請教一下我們的黃理事長 您來告訴我們 在整個這樣的一個推動上面 您這樣一路走來 是不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主要說到在推動的時候 一路走來的辛苦以及它的成果 是不是可以請你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您的報告可以讓很多其他社區來學習 能夠也來學習 能夠得到您的經驗 您的經驗傳承也能夠帶動其他的社區 請教你 好 那我想在社區後來學習成立的時候 我們做了幾件很特別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組織 因為在社區後來學會裡面 其實它有非常好的理監事 還有會務幹部 這個總共加起來就25個人 這25個人如果說能夠慎選的話 那這些人都非常有動力 他就可以配合社區未來規劃 大家同步去發展 所以這個工作我們是非常認真 在成立大會的時候就把這件事情做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讓社區感受得到 因為很多人說社區 大家都有社區發展協會 每個社區都在做各做各的 然後有特色的社區其實不是很多 那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民眾能夠感受到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就是老人照顧 因為我們南投縣事實上在台灣裡面 它的老化的程度是遠高於全國的平均值的11.4 那這個老化問題 因為剛好我也是在做這個老化的這些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就成立關懷據點 把社區的老年人把它照顧好之後 他們會感受到這個協會它真的在做事情 而且是在做社區老人照顧 所以它第一個感受到的是老人照顧 第二個開始就是因為社區非常多的髒亂點 我們就開始去把社區的這娛樂空間把它改善 那透過我們農委會的林務局的計畫 做綠美化工作做過年的大掃除 讓這些活動讓他們感受到協會它是在做事情的 那這個是可以看得到的部分要做的 然後再來開始就會發現說 我們除了這些大家社區要做的事情以外 我們要開始要去做一些別人可能沒有做的 那個就是比較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人才培育 因為事實上我們看了很多社區出現問題 或者是社區停滯不前其實是因為人才 如果有社區有人才的時候 這個事情就可以解決 所以人才培育非常重要 我們就也謝謝我們的南東建築那時候社會處 我們處長還有我們文化局很多單位都辦了非常多的培訓課程 我們就送幹部去受訓 他們受完訓的時候他就會有概念 他就知道社區營造要做什麼 這樣的話大家會有同樣的想法同樣的理念 然後我們花了40幾次的時間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社區的願景 把社區的願景跟目標還有實施策略把它討論出來 那這個願景就是印象 租宰山 幸福 新農村 所以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後面再發展很多的東西 都跟這個願景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說能夠勞有所忠 壯有所用 又有所長 觀光 孤獨 廢棘者皆有所養 旅運大東邊的這美好的目標 但我們實施的策略部分包括我們所有一副一景點 特色的照顧產業還有體驗觀光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目前正在積極在做的 那所以我說看不到的部分就是人才培育 然後去做這個共識 大家去把社區的願景討論出來 然後第三件事情就是找特色 特色部分我們發現非常多的地方有特色 像我們埔里非常有名的叫做桃米社區 它的特色大家一聽叫做生態社區 那豬宰山社區要做什麼特色 我們那時候想了很久 因為我們剛好我們虛擬國小裡面 有非常多的表演的班隊 然後我們就思考說 我們可不可以來走舞台劇這一個領域 然後剛好社區有一個龍森橋 我們就利用這個龍森橋為故事背景 發展第一齣舞台劇 結果演出之後獲得很多好評 然後我們的民眾就開始就有信心 說我們原來可以演戲 所以這樣子持續這樣兩三年下來 我們在去年的11月21號 在南斗文化中心 我們就辦了一次兩個小時的公演 刪出歷史舞台劇都是以社區 或者以普里為背景的這樣的歷史故事 去把它編成舞台劇 由社區的45位居民一起來演出 我想這個事情對我們社區的民眾來講 是非常多的肯定 也得到局裡面 得到我們縣政府非常多的肯定 當然他們就會在有成就的時候 他們就願意投入 那這個地方他獲得成就的時候 再去做別的事情 像我們今年在4月19號 辦油童花新娘的活動 在我們的社區裡面辦 那把南斗縣的很多知名的社區的民眾 一起找來辦 共同辦這個特色活動就很成功 所以我想說這個東西就是要從 開始慢慢從一看得見的 然後走向看不見的 然後再走向特色部發展 這樣逐步一步走上走過來的 是 非常感謝黃理事長 聽黃理事長講完之後 我們發覺到說 住宅山這樣的一個社區從五到有 從五到有 然後從有到這樣的發展 真的是不容易 我想當然我們的文化局長 原來社會處長 一直都在參與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剛剛黃理事長講過 其實我們看到 如果每一個社區都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目標去訂定 有這樣的一個人才培育 有這樣的方式在推動 我相信對整個南斗縣 整個我們台灣 整個全國的一個社會安定 一個社區健康 絕對是能夠創出很好很好的一個成績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請教一下局長 您覺得我們南斗縣有沒有辦法 讓主要說這樣的一個社區的經驗 推展到每一個社區 請教你 是 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在推展社區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是期待說 我們不只是能夠訓練出幾個線內精英式的社區 都是我們希望說能夠達到全縣所有社區 能力都均等 能夠達到一個均衡發展的局面 當然每一個社區它所具有的資源 還有它的地理環境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你說同時間要讓每一個社區 他們都能夠所謂的均衡發展 可能一時間是有點困難 那不過這個就是政府部門 該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去了解每一個社區 他們又是在哪裡 那他們比較欠缺的部分在哪裡 比如說剛剛黃理事長他所提到的 人才欠缺這個部分 我倒覺得 它主要是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秘財 那個徐命的秘財 另外一個就是育財 秘財就是說 在社區裡面其實它本身都具有一些人才 那麼這個人才 有些它是潛在的 它是藏在社區裡面的 沒有發掘 對 那社區要想辦法去把它們給發掘出來 比如說像一些退休的公教人員 那這些其實都是非常好的人力資源 有一些退休的老師 像這些把它給發掘出來 那我所知道 社區過去最弱的環節是什麼 就是財務人員 會計人員 非常欠缺 那麼這個財務人員會計人員 其實我們可以去找政府部門 找私人企業 甚至是學校裡面在教會計的老師 有學過會計 有摸過會計的 這些其實來社區裡面當會計跟財務記帳 我想這個應該是綽綽有餘 那主要是說我們沒有把這個人才 找出來 那這個是密財的部分 另外一個才是育財 也就是有一部分 可能我們社區裡面真的找不到 或者我們社區裡面真的是確實沒有 那我們就必須透過培訓跟輔導 比如說我剛剛所提到的會計人才 有些社區或許一直找不到 所以當時我在社會處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頒人力培訓 那就會請這個會計的專家 那針對我們縣內所有的社區 尤其是比較有在動的社區 或者是在財務方面稍微比較弱的社區 那我們就進行培訓 那我說在社區裡面來擔任這個財務工作 基本上它不是太難的事情 所以在訓練上也應該都還好 那所以一個社區其實它要達到比較一個高水平 其實它絕對不是單項 不是說我只要某一項做得好 那它就可以成為是全縣或者是全國社區裡面的亮點 不太容易 基本上它必須要每一個部分 它必須是全方位齊頭式的這樣來推動這樣發展 才能夠讓整個社區達到一定的水平 是 非常感謝我們局長在這方面也非常用心 我們看到了 我想請教一下黃理事長 當時就是像我們局長講到的秘財跟育財的部分 我們住宅山怎麼去做的 真的一針見血 這個秘財 育財這件事情 育財部分我剛剛提到的 在成立組織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去找合適的人才來做合適的工作 那事實上雖然我們還非常努力 我們還是碰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核銷 我想這個核銷工作真的是 我理事長 總幹事 會計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非常熟悉這個動作 但是在核銷過程中 因為現在政府所有東西都是要憑證 像包括我舉一個某一個部會的例子 辦一個風味餐 它風味餐以後 它要求你醬油用多少瓶 辣椒多少公斤 然後鹽多少包 然後醬油多少瓶 全部都要列出來 而且都要拍照存證 這個東西其實對社區來講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做風味餐的時候 我們可能在社區媽媽教室就來做了 在這個過程中 假設有人萬一不小心沒有拍到這個照片 那就麻煩了 後面核銷就出問題 所以這個核銷要求社區沒有 剛剛提到又沒有很專業的這樣的方式 就是以公務員的要求的標準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這個對社區的所有的幹部也好 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想是第一個這個是阻礙 再來就是而且這個人才部分 我一直其實我也常常鼓勵說很多的退休軍工教 在退休之後其實他們有非常好的經驗 可以投入在社區志工這個工作上面 像很多的行政文書寫計畫 核銷 會計 他們有這方面的專長 他們可以來投入這個社區工作 對社會觀感 我們常常提到18% 其實他們願意來做這些事情 真的是對社會有幫助 對整個整體的形象也非常有 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是碰到類似這樣的爭議的時候 我都建議他來參加社區當志工 就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那人才部分真的很困難 很多社區不見得是就會找得到人才 我們社區算是比較運氣好 因為我們社區有非常好的膠百損產業 還有很多果樹 果農 他們年輕人有些慢慢會回來 那他們就從這邊可以找到一些人才 那如果說像很多比較偏遠的社區 老舊社區 他可能年輕人都沒有 這方面人才他連要密採這個動作 來找來培育這個動作都做不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可能社區 會碰到這樣的挑戰的難題 所以在這裡面裡面 剛剛談到一個就是財務人員 核銷的問題 這些都是對社區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就是這個部分 你的看法 我想我們站在民意機關裡面 我們怎麼樣來幫他們 做這部分的你的看法 好 大家好 黃理事長 說得很對就是 其實25的日間市裡面 你去找人材的時候 第一就是說各方面的人才都要有 公務人員 做產的 做山的 煮食的 各方面的人材都要有 你這麼結合下去之後 但是每一個社區裡面 他的文化都不一樣 不一定說 市內市中心的社區 你要發電像 竹仔山的社區 比較沒有 因為他的環境 歷史的背景 他本來就是市中心 他就沒有 但是我們竹仔山的社區 他跟人比較不一樣 他是有能力 客人跟主機 對 還有一間市南國小 然後後來就去主宰山社區 所以說他們的文化其實很豐富 但是就是說有心的人 像黃理事長這樣 他本來他就大學的教授 都撲手 他當方向選頓 要來領導這個社區的時候 這個社區將來 當然他會成為一個模範社區 但是他要尋到這個品質的時候 除了說 我們這個省政府的社會處這頭 要去頒獎時之外 我相信說 其實跟共同的這個目標都一樣 就是說 要把社區的總體營造裡面 大家團結起來 團結起來的力量的時候 可以發揮 跟社區各方面 可以受到 該照顧的 該做的 大家分工合作的做好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包括做觀摩 包括做鼓勵 還有做輔導 正常像我們保理長 正常說有時候人才比較欠的地方 其實他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看了很多社區 因為現在 比如說大旗艦 小旗艦 而且社區總體營造 他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所有社區的理事長 理事長 都會去觀摩 至少理事長跟總幹事 都會去觀摩 觀摩的時候 他就是會負傷切磋裡面 就是說 我們這個社區 欠的 比較弱數是什麼 這個社區 它的償數是多少 結果之後 可以求救他去 近南大學的社工室裡面 這方面的身 他們那方面的人材 包括他們的研究生 或是學校的 市的學生 可以共同來參與的生活 相信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是 我想剛剛 藝人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最後一個就是 跟學校結合 我們大學裡面 有這樣的科系 如果能夠跟社區結合在一起 我相信這些年輕的學子 能夠到社區裡面一起來推動 我相信他的效果可能會更好 從中間裡面也可以學 也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方式 怎麼樣來解決難題 因為本身 其實社區本身 它就是很多年輕人的外出去打拼 老來都混年紀比較大的 那這些怎麼樣去帶動 怎麼樣去幫他們的忙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再繼續來探討 我們社區營造的人才的培育 以及我們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怎麼樣來協助他們 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討論 不要離開 馬上回來